这三首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在说 第一 王朝军出塞和亲是一屈辱的事 是一不情愿的事 去了之后受了好多苦 第二个元素是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王朝军一直思念故土 思念家乡 心里头有怨恨 说白了 这三个诗人写的王朝军这个题材 把王朝军变成了一个怨妇 一个深沉的怨妇 不愿意去 宁拉着去 去了以后日子过得不好 心里老想着家人和亲人 这只是三个代表人物 大部分人 就是在王安石写诗之前 很多人对王朝军的理解就是这样的 那么王安石的名飞曲会怎么写呢 那是与众不同的 他写了两首 第一首 明飞初出汉宫时 泪式春风定脚垂 第一回故影无颜色 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单亲手 入眼平生几层油 意态由来化不成 当时网上老人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 可怜拙尽 汗共鸣 寄生欲问赛南市 只有年年 红颜飞呀 家人万里传消息 好在沾城莫相忆 君不见直至长门 碧阿娇 人生诗意 无难悲 这首诗 特点在哪呢 第一 意态由来化不成 当时网杀毛岩寿 以往的人们认为 主要就是毛岩寿坏了事了 他把这王朝军化丑了 他弄得皇上呢 看走了眼 但是 王安石这时 重点不是批评毛岩寿 他认为啊 人已经都嫁出去了 你再杀毛岩寿还有用吗 关键是汉原帝本人 有眼无珠 所以他这个批评的指向 发生了根本的转移 由对毛岩寿的批评 直接转向对汉原帝 这是第一 第二 以往的这个说 王朝军出赛之后 老想着家乡 想着君王 实际上是树立了一个中军的典型 就是他虽然身处胡帝 但是心存汉朝 但这儿变了 这儿变成什么了呢 他说 当年汉武帝的皇后成阿娇 就那个 金乌藏娇那阿娇啊 失宠了 被汉武帝 关在这长门宫里头 冷落了 打入冷宫了 王朝军呢 多年在宫里头得不到宠幸 基本等于在冷宫 与其在这儿待着 还不如出赛到匈奴去当皇后呢 所以 比起这陈阿娇啊 王朝军的命运 其实算幸运的 你看 这一下这角度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挪移 第三条 更厉害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君不见直尺长门碧阿娇 人生失忆无南北 不光说王朝军 得不到皇上宠幸的事 人生在世 失忆的事很多了 哪里分的说是在汉朝还是北边的匈奴呢 人生失忆无南北 人生在世 总归不免要失忆的 所以啊 没什么了不起 只要你能够得到你的位置就可以了 所以他等于这诗啊 再为王朝军感到侥幸 这个角度就变得比较阳光了 就不是一个怨妇的 啰里巴索的 老在那说自己 哎呦 我怎么埋怨呢 我怎么思念呀 老是伤心 不 这是第一首诗 第二首说 明飞出嫁与胡尔 沾车百两截胡锡 谈情欲语 独无处 传语琵琶 心自知 黄金赶拨春风手 谈探飞鸿 顺无酒 盼宫侍女 暗锤泪 杀上行人 却回首 盼恩自浅 胡恩生 人生乐在 相知心 可怜青种 乙武墨 尚有哀贤 有至今 这有诗里边 最关键的 后边这两句 叫什么呢 叫 汉恩自浅 胡恩生 人生乐在 相知心 什么意思 说 不是说 匈奴的 谗鱼 对你恩情深 不说这个 也不说 汉原帝 对你没有情义 他该有情义的 他自有情义去 他这个 没有情义 他也没有情义 人生最重要的 不是说皇上对你有什么恩情多还是少 关键是能找到相知相应的那颗心 也就是说人生得找到知己和知音 这是最关键的 王安石这会儿正在找知音 他上了万言书 没反应 他不愿意到京城来做官 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还把发挥不了自己的作用 他不愿意示威素参 所以他这个诗是很有深意的 为什么王安石的诗能突破前人的苛旧 突破传统题材的束缚 自出心意 他不是故作心意 他是什么呢 他是本人的立足点非常高 所以他眼光和角度不一样 他站的平台不一样 任何题材到他的笔下都会焕发心意 不是说在这 你用憋着想出一个什么心意来 不是 所以你看第一首诗说什么 说未尝不是王朝军的一个好去处 总比呆在冷宫里强 第二说什么 第二说 你对我恩情多 还是人家匈奴对我恩情多 还是汉朝的皇帝对我恩情少 这对我来讲都不重要 关键是谁是我的知己 谁是我的知音 你看 这一写就把自己梗变成了王朝军 不是在说一个怨妇的故事 是借着说王朝军的事 在说自己的心事 王安石写作《明飞曲》的时代 诗文高手层出不穷 然而 王安石《明飞曲》一出 立刻引起当时文坛的轰动 欧阳修 司马光 曾公的文坛的领袖人物 竟然纷纷为王安石的《明飞曲》唱贺 一时传为佳话 那么这些文坛精英 为什么对王安石的《明飞曲》 如此看重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文 他一生致力于理的研究 所教课上深受清华学子喜爱 他就是清华大学彭林教授 一个血脉中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人 如果是人的一生当中把灵魂管住 管不住这灵魂就要出窍 彭林教授即将登临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中国理智精彩 一定得学哦 不学你就野哦 说你富而不贵哦 那么什么是理 中国礼仪和西方礼仪的差别在哪里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 理给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能带来帮助吗 2011年国庆长假 百家讲坛将为您轻情推出系列节目 彭林说林 敬请关注 这诗一写出来 在当时的文坛上就引起轰动 欧阳修 司马光 曾拱 梅瑶辰 他的这些朋友们 那都是当时文坛的大腕啊 纷纷的唱和这首诗 欧阳修一口气写两首呢 梅瑶辰写了三首 曾拱也写两首 司马光还写了一首呢 你想这些人 他是随随便便跟你唱和的 肯定都是有所感发 他才唱和 欧阳修 他这诗写得也不错 汉宫有家人 天子出位时 一朝随汉时 远嫁禅于国 绝色天下无 一诗难再得 虽能杀化公 于是尽何意 耳目所及尚如此 万里安能至一敌 欧阳修这首诗的核心 和利益甚至比王源氏的更高 他的核心在哪呢 说你汉原帝 现在老杀人毛炎兽 你拿人家出气 你算什么本事 你汉原帝离得这么近 连身边这些美女长得漂亮 还是丑都分不清 由此推论 身边的大臣哪一个是贤能的 哪一个是蠢的 哪个是坚持 哪个是忠臣 你也分不清 以你这种眼力见 你还怎么可能做到决胜千里之外 不可能 你就是个糊涂的皇帝 这个锋芒所指 根本就不再讨论王朝军的事了 王朝军 你怨妇不怨妇的跟我没关系 我现在就讨论是汉原帝的问题 这非常尖锐 这尖锐从哪来的 那得让王安石那师转了向 船头的那个方向拨过来 才能顺这水路走 对不对 如果还是按照李白杜甫他们那路子的话 这道理出不来 司马光的 写的也不错 目前美丑良一之 咫尺夜亭忧可期 君不见白头肖太富 备惨养药更如鱼 什么意思 跟欧阳秀有点像 说什么 说眼前这人长得好还是长得不好 你都分不清 所以你政治上的事肯定会出麻烦 他就说了一个典故 说什么 说汉宣帝的时候 汉宣帝下来是汉原帝 汉宣帝临去世的时候 专门为汉原帝挑选了一个辅政的大臣 叫肖旺之 这肖旺之本来是辅佐汉原帝的 可汉原帝听信了宦官的谗言 是吧 迫害这个肖旺之 最后肖旺之实在无奈 吃药自杀了 他就把这个事跟王朝军的事联系在一起 说你眼睛都是瞎的 你不但认不清人长得漂亮与否 是吧 你也认不清楚谁是忠臣 谁是奸臣 曾拱的诗大体上也是这么说 他说 单清有记尚如此 何况无形论是非 画人的像总会留下痕迹的 对不对 你画得好和画得不好 跟本人对照一下 我就能认得出来 最难的是 世间的是非是无形的 很难辨认 你瞧 写着写着 写哪去了 都快醒出哲学论文了 这你就能看得出来 只要底下的基础打得好 垫得高 这当时的文坛的这些萧雄们 那写出来的意思 一辈一辈都翻新了 所以我们说 欧阳修 曾拱 司马光等人 继王安石的创作之后 进行进一步的唱和 写出这一系列的 跟王昭君有关的题材的作品 就完全打破了 王昭君这个题材的传统格局 为什么能打破 就说白了 不再停留在原来 啰哩啰嗦的怨妇的题材上 而是立足现实 立足政治 立足人生 立足感悟 用古代的事情说自己的事 所以他就焕发了新的容颜 这应该归功于谁 这当然应该归功于王昭石 所以应该说 王昭石的对昭君的题材 他有一个重大的贡献 他贡献在哪 就是原来王昭君的题材 是一个被迫的 跑到兄弟那去和亲的一个怨妇 心里边老想着祖国 老想着君王 现在变成了一个士大夫 怀才不遇 对皇帝的很多的为政之道 提出批判意见的这么一个题材了 王昭君摇身一变 变成了怀才不遇的一个象征 既然是怀才不遇 那他到了匈奴那去 他怀才有遇了 这不挺好吗